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咱们各说各吧 所谓一莫多表 莫就是莫言的莫 我就从这个莫言开始说吧 因为问到他的比较多 以前的讲座中我也遇到过这个问题 但是我都规避不作答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对这个莫言呢 是有些偏见的 这个偏见首先来自于我对他的这个政治表达的不满 很多年前吧 几几年我也忘了 他获得这个诺奖那一年 他在这个回答记者提问的时候 是个境外记者的问题 问他这个 你对中国作家被判入狱这事怎么看 这个莫言的回答是 作家里也有各种刑事犯罪 当时我想 你莫言你知道人家问什么 可是呢 你却做了这样的答复 当然了 我小的回答这个问题的风险性 但是我觉得他可以 我可奉告嘛 不回答 就是他不能在这种事上都机灵 这件事儿把我气了 好久好久缓不过劲儿了 这个后来我在这个锦州的辽审战役纪念馆里头参观 听说了那个流言的事儿 就是据川石莫言参观后所写的 炮火连天 只为改朝换代 失衡遍野 俱使农家子弟 我当时就问官长有没有这回事儿啊 当然这个这个流言肯定是没有了 哎 馆长是我熟人嘛 然后 馆长莫言 莫尔不达 那我就明白了啊 这这事儿就落实了嘛 这么着 我又开始对这个莫言老师又刮目相看了 那么在这一两年里头 这个莫言开始遭到攻击了 一般说来啊 在中国啊 这个遭到攻击的作家 那都是好作家 反正这些人反对的 我们就要拥护 按这个法则 哎 我开始对莫言有了敬意 好感 就就像方方 如果没受到攻击的话 也没那么多人看这个软媒 就是前面所讲的啊 我对于莫言的这一个偏见吧 就已经得到修正了 现在我说第二个 就是我对他文学风格的偏见 那前面说的是我对他的政治偏见 已经修正了 这个对莫言的小说我不喜欢 咱们有什么说什么啊 因为这个我们是讨论嘛 各书几件 八十年代我就读他的小说 就就不是很喜欢 这个我的文学阅读啊 有个叫叫雾曲或者盲曲吧 我不大读这个农民写的 和写农民的小说 当然后来莫言不是农民了 也不总写农民了 我却更不喜欢了 他太长了 他的叙述过于拖沓 农凡 哎呀我真佩服那些攻击他的人 他们真有兴致 能看完他的小说 这个以前啊 我们的作家是说谎话 现在是说胡话 什么胡话呢 就是 是井喷 泻而不停 类似一种现代小说的这个写法 莫言是 是有些受这个拉美文学影响的 可是他没有这个拉美的痛苦和愤怒 而是他们那些稀奇古怪 我是这么想的 也许他是一种规避政策风险的 这个文学叙述策略 那就不是我所知道的 不过必须申明啊 我说我不喜欢莫言的小说 我可不能说他的小说不好 这是神没取向 没有也不应该有唯一性 何况我我读的又那么少 几乎没有太大的发言权 顺便我还要找问一下 也算回答这个莫言得诺奖 是否实至名归这个问题 是的 实至名归 不然给这个中国的哪一个呢 王猛 瑞典皇家学院不会这么没心没肺吧 这个对于瑞典皇家学院的文学眼光 我还是服应的 给莫言给的好 但是如果必须提一点不足的话呢 我觉得莫言的故事太老了 陈丹青讲话 唐日啊奶奶啊什么的 那当然其实这也是不正确的 这个老印象 人家莫言也 也不是都写的这个 可是我总是这个感觉啊 莫言的人物都有苦 都很苦 但是不痛啊 没痛苦 跟这个王朔的人物 痛而不苦好有一笔 这个王朔的颓废 荒唐和愤怒 那都是痛 扯远的有点啊 那么顺着这个莫言 我来回复一下张伟 张伟这个问题 他我看的更少 几个短片而已 就算没读位一样吧 也是因为他太长了 让我这个望而却步 我这心里还有个小九九 就是他的作品又没受攻击 会好吗 这万一要不好 要花那么大的时间成本 那花不来的 张伟有一部长品 七百多万字 这得浪费多少纸 我说的不是稿纸啊 是印刷用纸 开玩笑啊 我爱开玩笑 这插一句说啊 我去年就开始想读这个 红伦 索人的琴的 这个中文版就十几本一套 还不齐 我专门了试试买呢 还是去图书馆借呢 你这么一笔 你说你有时间 你读张伟 莫言 还是红伦呢 说到这个 索人的琴 我来回答这个问题 他是这样问的 中国和前苏联的体制 基本相同 但是就是在前苏联 那样的体制下 也仍然出现了 索人的琴这样的伟大作家 和影响世界的文学作品 在中国的近现代文学界 有没有堪与 索人的琴比肩的作家呢 中国的良心会是谁呢 这么个问题 这个简单的回答就是 没有 都没有 目利所及 笔尖的没有 良心也没有 但乐观一点说 会有的 等着 这个当下的中国作家呀 是令人失望的 我们知道政治上的禁锢和危险 但你是作家呀 这是你的活啊 应当说中国的文学 中国的作家呢 二十世纪的下半叶 对不起上半叶的启蒙 二十一世纪 又开始对不起 二十世纪下半叶的苦难 这个比起现在的 现在的这个经济学家 法学家 什么什么的 这个作家 现在是最懦弱的一帮的人 还有些作家呢 是左派 乌托邦 甚至毛粉呢 所以我说我怀疑 他们抽屉里 也没有伟大的作品 刚才有一个 石友的这个问题 就提到了这个 现在的这个 左派 乌托邦的这个问题吧 那我们在这就稍微 也啰嗦几句 对 我们这个 说到我们这个国家呀 他这个也没有 俄国那样的这个 文学传统 他们呢 是从这个 普希金开始的 我们是从鲁迅开始的 请不要从这个 曹写琴开始论 不从那算 我们跟这个 俄国文学差着倍呢 而且呢 这个鲁迅也是被 这个斩断了的 没有徒子徒孙 现在人们喜欢说文脉 说的好像是 中国文化的文脉 什么繁体字啊 格律诗啊 经诗子集 历代文选什么的 这不是文学的文脉 要说文学的文脉 那是这个 批判的风骨 所谓愤怒出诗人 这个文脉 那是断了的 要说 这个文学家的脾性 那就是对现实 看不惯 还憋不住 但是中国作家 看不惯还是看不惯的 他却憋得住 这个脊梁已经 应该说已经弯曲了的 这个中国作家 要是再执起腰来 那钱还得养 这个好多好多年 我们先得有这个 赫拉巴尔 昆德拉 然后才会有这个 索尔尼琴 帕斯基尔纳克 嗯 对了 有一颗良心 就是陈忠实 有一个问题 问到了这个白鹿元 呀 这么一本伟大的小说 居然获得了这个 矛盾文学奖 还入选了新中国七十年 七十部小说 那个典藏名录 嗯 非常遗憾的是啊 陈忠实没有 再写另外几部 也不晓得他活着的时候 是否有计划 那更遗憾的是呢 他还没得诺奖 就过去了 这个想一想 如果莫言之后啊 陈忠实再得一枚 那就完美了 可惜完美错误 对这个沐昕先生说 他也有点玩笑的成分 他就说到这个 中国人什么时候能得 这个诺贝尔文学奖啊 那时候莫言还没得吗 所以沐昕就说 就是中国人着急不行 要等到瑞典人 也着急的时候 来了 所以这个这个莫言呢 他就赶上瑞典人 着急点的上了 相当于 买金子的和卖金子的 那撞到一块了 但是这个 陈忠实没赶上这波 现代语 咱们卖金子 瑞典他不买了 不买咱的了 多说一句啊 就是这个新中国 最该得诺奖的 那是沈聪文 这个诺奖评委 马越南教授 曾经这个著文 算是违规披露 这个细节 内幕 他说88年的诺奖 基本上就定这个沈聪文了 他们已经碰过头 研究过了 可是沈聪文呢 87年去世了 这个诺奖是不给死者的 哎 就差那么一年 嗯 最后呢 聊几句这个 走语流的话题 提问是 这个 文学家们如此敏感 如此需要自由 为什么当初只有张爱玲 嗅到了专制的味道 成功的出逃了呢 那么 这个问题曾经是 学界的一个热门的话题 当年好像是 这个越南吧 写了这个 南渡北归 这个 用了很多史料 应该说 对这个问题论述的是 比较 比较广泛 深刻的一部著作 我相信许多人都看过 这个问题 又热又敏感 因为涉及到了这个 政治价值的判定 这个总体上说呀 走的作家并不多 人家讲匪帮 主要是强烈学者 名单上就没几个作家 这个作家里啊 给这个国民政府捣乱的多 左派多 但是沈从文是在名单里的 他自己选择留下了 我们又可以细访一下这个马尔克斯的 居士就是 许多年以后 沈从文回想起北平冬天的那个下午 当他面对着一个穿着中山装人的人送来的飞机票 这说的就是那个四八年年末 这个南京政府派了两架飞机来 要把北平的一些这个大知识分子接走 就是所谓的这个强运学者赴台湾的行动 这个沈从文他拒绝了 他决定留在北平 等解放军 当然了不读他 这个抢运名单上的大多数学者 都没有接受这个逃亡的邀请 据说呢 这个傅斯年在南京机场迎候这个飞机 当飞机停在这个停机坪上 傅斯年 看到只有少的可怜的几个乘客 走出机舱时 他哭了 沈从文不但自己没走 还给他香港的表执 表执还是表外上写信 让人家回大陆 这个他表执听他的话就回来了 他这个表执就是黄永运 照理他该对人家黄永运此后所受的这个苦难呢 负点责任的 这个走与流这件事呢 也不尽然都是这个是非判断 也有很大程度的个人因素 你比方说这个沈从文 这个老婆孩子都在北平 湘西还有雪亲在 另外呢 他也没参加过什么这个政治组织 他连左连都没参与 还有钱忠叔 老父亲在武汉 教书 身体还不大好 这种情况都属于个人因素 和政治判断应该说 关系不大 那最后我讲个笑话吧 来做这个问题的解答之一 不是笑话 是真事 就是我的一帮朋友 当年这个海南建省 十万人才下海南嘛 呼呼拉拉就都去了 有一位说好了一起走 却没去 那么这个十几几十年后啊 很多朋友去的早的都发了财嘛 那这位退出的就混得一般 有一天大家就问他 当初为什么没去啊 他是这么说的 他说我当时啊 刚买的件皮大衣 这个海南不是热吗 这皮大衣啊 穿不上 他是东北的 如果去海南 那这皮大衣就白买了 挺贵的 你看这就不是什么 这个政治方面的判断 这完全是个人因素嘛 讲这个笑话 不大家一笑 就回答到这里吧 有些问题呢 不变答 有些呢 我不会答 好 最后再次感谢室友们的红包 谢谢 晚安 各位室友 大家好 这两天呢 这个室友们提出了一些问题 昨天呢 高教授 是昨天吧 高教授提了几个问题 非常好 比较有代表性 我呢 这个 现在 简单的回答一下吧 也是 这个提出我的一些 不成熟的 随便聊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 一些意见 供大家参考 批评 这第一个问题呢 一共是 六个问题 六个问题 这第一个问题呢 是 呃 这七十年里 有没有一个 这个 不为当时发表 而写作的作家 啊 像 司马迁那样 选择这个 藏之名山 传之后世的作家 呃 我说没有 啊 据我所知 没有了 这个 自负一点说呢 我觉得我知道的范围 算比较宽的了吧 啊 在这个领域啊 但也仅仅是我 这个个人的范围 我说没有 嗯 这就是我说 我怀疑他们抽屉里 也没有的这个原因 所谓抽屉里啊 就是不为发表而做的文学 诗啊 或者小说 就是东欧的这个 萨米亚特文学现象 我说的这个不为发表啊 不包括那些 自我陶醉的啊 写给自己看的 或者自己的一小撮朋友看的 这不是我说的这个不为发表的原因 所谓不为发表啊 是指这个明知不能发表 啊 也写 不是不想发表 差不多得说 是更想发表 只是绝不为了这个发表而写 而改 这你懂的 嗯 这个萨米亚特文学就是地下文学 是苏东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 所特有的这个文学现象 你像这个苏联的撒哈罗夫 布拉格的克里巴 匈牙利也有 保加利亚嘛 罗马尼亚这都有 这个这个金凯玄教授 特有研究 有专注 那我说我们没有 嗯 今天算吗 那个刊物 不像 关键是没有这样一个群体 近年来呢 有一些作品通过互联网传播 非常好的文学 这个像张仙吃的 哥拉谷 还有这个乌宁昆的一记类 这这都是在大陆不能出版的 都是这个 即时性的作品 有文学品质 但不是小说 不是这个日瓦克医生那样的小说作品 这还有这个加编沟 也是即时性的 大陆出版的 但现在是禁书 这本书为什么要禁呢 就是这是不允许写的范围 嗯 那接着就是这个这个这个问题啊 这是问题三 就是文学界有没有一个守住了自己底线的啊 像梁树民那样的人 没有 但是当然会有啊 我这样决绝的回答肯定会不严谨 就比如我在讲座中就提到了这个旅营嘛 啊 他就是啊 其他还有啊 顾准啊 他不是文学家 跳过 还有谁呢 不知名的肯定会有 这个但是不知名嘛 就不被我们所知呀 啊 我们所说的没有 是指这个像胡锋周扬这种大块头的 嗯 那没有 鲁郭毛八老曹 有吗 啊 这这鲁迅死了 其实不死也守不住啊 啊 鲁迅的骨头硬 因为他攀上北洋军阀和国民党反动派了 他到新中国的群众运动中来试试 啊 我不信 没有先例 呃 1975年啊 这个 专案组 曾经通知这个周扬出狱 啊 这个 他和这个夏衍都 关在这个秦城监狱里嘛 嗯 当时他们俩是一起这个放出来 夏衍说 走吧老周 周扬说你你先你先走吧 啊 我呢 呃 给毛泽西写的这个检查还没写完呢 我在狱中再待几天 我要把这个检查写完 我说这可不是段子啊 还有这个洪峰啊 他平凡以后啊 就把他珍藏的这个 毛泽东亲手抄录的这个 给丁玲统治那首诗词 首记 还给了丁玲 这个首记是四十年前丁玲寄给他的 当时这个丁玲 那个胡峰啊 胡峰在重庆 丁玲在延安啊 丁玲怕丢了嘛 就把他寄给这个重庆的胡峰 代为保管 哎呀 这以后这几十年里啊 这胡峰就把这份首记 这个诗词放在随身的那个小皮包的夹层里 啊 无论是躲避日记的轰炸 还是他在这个香港沦陷期间 这个逃难的途中 他都一直小心的护卫啊 毫发无损 那四十年后呢 胡峰平反回到北京 然后就把这份手记 又正宗的交还给了 也刚刚平反的叮咛 哎呀 这真是一个既感人 又感人 还感人的桥段 哎呀 呃 然后我们把这个问题四和问题六合并一下啊 呃 问题四是 日瓦格医生和静静的顿和是不是伟大的作品 如果是的话 把没有伟大的原因仅仅归接于外部社会环境 就是不确切的 至少是不完整的 说得对 说得好 我在讲座中提到了文学传统这个概念 啊 单单强调外国环境 的确是不完整的啊 所以才在内部文学本体的意义上 这个着补了一下 就是在同等的这个 这个这个政治压迫 政治管控下 中国文学传统的力量也贤弱了些 不能支援 苏俗额在这个苏尔秘情之前啊 人家就有啊 这个远都不说吧 这个十九世纪末的托斯托耶夫斯基啊 托尔斯泰这样的文文学前辈那一路过来的他有个巨大的这个惯性 我们没有啊 就是没有这个文学的啊 强大的不屈服的这种批判传统 当然了 再怎么说 你跟政治比起来 文学的力量还是弱的嘛 啊 即使他不干涉政治 政治也要来干涉他 使用他 另外呢 下面说到了这个苏联文坛的险恶程度远高于中国 这个我跟高教授小有不同意见 这个要说在文学上 说到这个险恶 我觉得后者高于前者啊 这个群众运动和集中营哪个更狠 更有效呢 这个我愿意和高教授商计一下 所以说这个政治让你书写政治的时候啊 他其实只是让你这个写他让你写的 那么当情感和人性跟政治有所冲突的时候啊 直白的说啊 这个人性跟坏政治肯定是有冲突的呀 这个时候人性他就成了进取 所以高教授这个说的对 就是允许你描写的描绘的这个社会和政治 那就是把它写成现实的反面 那么这不是文学而是欺骗 这个问题特别好 就是沈从文为什么不写写自己的弟弟 沈玄 沈玄的故事是最痛切的反映中国苦难史的 瘴气回肠 我手头上有一本这个沈从文传 沈从文的这个后半生 他的前面上有一个外国人写的传记也很好 沈从文这个家庭是比较复杂的 本来他们家是这个湘西的大户啊 非常有名的这个大户 他呢这个有一个大哥啊 沈云露 嗯 也是个传奇人物 这沈从文的父亲就是个传奇人物啊 曾经在在这个15年 曾经在北京参与了这个谋次袁世凯的这个这个行为啊 然后就逃亡了 然后沈从文的大哥那时候还年少嘛 就这个千里寻富啊 就是经这个人生经历非常的传奇 嗯 然后他对三弟沈全 这个 那更传奇 沈全是黄埔四期生 这和林彪是同学啊 同期的 嗯 三十年代的时候 就是这个国军的团长啊 参加这个抗日 在抗战中还多次赴上 嗯 后来这个 在四八年的时候 呃 担任了这个呃 国民政府的国防部少将监察员 然后四九年就脱离了南京政府 回到家乡 后来又这个跟随陈曲珍和平起义 那是有功于这个凤凰解和平解放的这个有功之臣 对于新政府而言 但是呢 在一九五零年年末啊 却把他抓起来了 然后五一年呢 被判处了死刑枪毙了 哎 关键是这个沈聪文的过了一年多才知道这个消息啊 这太悲惨了 所以这个 这哥俩啊 这个大哥和这三弟啊 都是比较传奇的人物 嗯 所以这个黄永玉曾经说 他管这个那谁管这个沈聪文叫表叔吗 他说表叔啊 手里头捏着三个烧红的故事啊 但是这一辈子哼也不哼一声 三个烧红的 另一个应该是他的妹妹吧 啊 这个我好像有点有点这个 恍惚了 那么沈聪文的这一生啊 都特别惦念这几个亲人 也都是不平凡的人吧 可是他一生却只字为写 真是遗憾啊 嗯 最后这个问题呢 就说到了这个托斯托耶夫的说法 啊 就一个民族的作家 应该对得起这个自己民族的苦难 啊 而我们民族呢 在近代以来所遭受的苦难 可能仅次于犹太民族 但却没有出现一部史诗级别的作品 实事实过境迁之后 中国的古拉格群岛还能够出现吗 啊 这么一个问题 而中国这一段不能忘却的历史 当然是不会研磨的啊 一百年后也不会遗忘 就像这个二战中 这个犹太人的灾难 这里我我做一个这个刻薄的检讨啊 我觉得这个写作呀 作为一种行业啊 这个在中国的贫困 表现为作家们的品质的贫困 这个特别是79年之前啊 这个行业是一些人的这个晋升之机 就是从在地里干活的农民啊 成为各级文化站文联的干部 或者从一名这个一名不文的普通人 成为这个名利场的达人 这样的这个人生路径的选择 那他当然不会去碰容易使得陷入危险境地的主题和题材 所以我说这个这个作家对于正义的渴望 对于人类情感人性的这个难以抑制的思索 这些这些都是使他对现实产生这个强烈关注的这个这个特点 那对这个世界啊 作家应该是有一只情人的眼睛来看 就是那种深情而忧怨 挑剃 看不惯 憋不住 扬言离去又赖着不走 这么一种感觉 从古至今 古今中外 作家都是对现实看不惯 但是中国作家普遍却能憋得住 不说 这个本领还真是世界一流的 好 匆匆的就回答到这里吧 啊 非常感谢高教授的问题 也欢迎室友们的批评 供大家参考讨论吧